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至啊 夏至当然就是 大家知道中国的24个节区 那夏至 表示夏天真的来到了 端午节过后 小董在端午节前就跟很多朋友讲 端午节后 天气就 易热以后 那就不可说时的 下来就真正的夏天了 夏天赤的脚走来 这是张曼坚的一本书啊 各位朋友有没有看过 皇冠呢 张曼坚的小说 他的一些杂文或者散文 读起来都非常清新 那其实看了都很开心啊 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是 有一本书叫《黄怡听蕾》 大家想 这什么书 其实他里面写一个他爸爸帮他们做那个黄怡 怎么去料理 因为讲吃的我印象就比较深啊 然后加一点酸菜 那其实讲的是食物 更多的是亲情啊 那就是张爸爸很会做菜啊 然后对孩子来讲 医生的心灵感受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强烈 那其实我们周遭有很多小小的故事 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很多书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我昨天节目讲完啦 张大敦在门口就跟我讲 秦始皇媚 媚六国的顺序 他说是寒兆未先 你讲寒没有错 未也没错 寒兆未 第三个不是淹口 那当然 张大敦也是我的朋友 他历史史记读得比我透啊 那我不用查 我就知道他讲的一定比我对 所以我在这边做 把他顺其讲一下 张大敦有本书啊 叫《战下阳 战争的战》 《夏天的夏》 那个 阳是太阳的阳 他里面就写整个寒信啊 那时候怎么楚汉 那这本书也是非常精彩 但是要有点历史 有春秋战国或者楚汉乡镇那时候 的一些概念看下去 你就会觉得这本书写得很不错 因为他那时候准备写四本书嘛 叫《春夏秋冬》 《春春冬公子》 《夏》就占夏阳 那就一系列就要写过来 各位朋友 为什么礼拜五要讲这个呢 因为可能这两天天气很热 那你不太想外出 没关系 在家里看看书 那我看过的书 我才敢推荐给别人啊 我吃过的东西我才敢推荐说 这个东西是不错 我不是看别人写过或怎么样 不是 我推荐的东西一定是我吃过的 我推荐的书 一定是我看过的 各位朋友 这点保证啊 我们有时候做媒体 当然很多人讲说 啊就随口讲了 没有 随口讲有时候也要很慎重 因为很多人在听嘛 甚至很多小孩在听 那你要是他听了 听错了怎么办 那一句话他印在脑袋里面怎么办 所以我们总要这样去想啊 那跟写书一样 或讲都一样啊 所以有些媒体人他对民生很注重 你看李燕秋 为什么要去告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说他收沟台银的钱 那你这种是胡乱指控 对不对 现在韩国瑜跟沟台银朱立伦 他们险战打了什么激烈 韩粉最喜欢指控别人拿沟台银的钱 我为什么讲多数的韩粉是垃圾 就在这里啊 他们用的手法跟不入流的民进党一模一样 那是不是 你如果上网看 或者到电视看 就很多人指控 谁谁收钱 你讲人家收钱是很大的侮辱欸 对不对 收钱 那所有的专业都不用谈了 然后好像别人只要不挺韩 就是收别人的钱 他完全用这种栽赃抹黑 这是很可耻的 非常多的韩粉是这样干的 小总为什么我非常瞧不起很多韩粉 骂他们是垃圾就这样 他们都是用栽赃 要不然你看 他怎么没有挺韩国瑜 他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这样吗 各位 大家讲 讲新闻就讲新闻嘛 小总讲任何东西 我会铺存很多 真的新闻 几月几号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说你记忆力怎么好 没有 因为我会用 我自己有一套记忆东西的方法嘛 这套方法别人也不一定能够适用 因为每个人自己有一套嘛 譬如说几月几号我就会算说 他那一天刚好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把他连结起来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不用看任何资料 因为我会把很多东西串连起来 这是每一个评论人可能各有自己的方法跟本事 小总的本事就是政治新闻我过目不忘 这个也没办法 就是因为我可以把它串起来 我有个概念嘛 今天最大新闻是什么 当然是长龙罢工啊 长龙罢工会怎么样 先问你 失败收场 为什么 小总你讲一个道理 我讲一个道理 大家听了一定会骂我 因为颜值不够高 我不是讲说不漂亮 我告诉你 以前华航为什么那么多人同情 你看所有网友杀到 为什么又看到美女呢 这次的美女比较不美吗 那反正你怎么看我不晓得 但是我感觉上 我感觉上 就网路的反应程度来讲 那就没有获得同情 那为什么上一次华航的空服员罢工 网路 媒体 所有人混混一遍同情 因为他有一个背景 有个背景 空服员第一次上街头 然后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大家看了 哇 太棒了 我们当然同情他 他讲什么 他嘴巴还没讲 我们就挺他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网路就这效果 要有个影像嘛 有个影像在这里 看了我就挺你 对不对 看到周子怡管你干嘛 就是挺你 谁欺负你 我就跟他没完没了 我们现在已经变这样的社会 不要讲是非 看长相 老实讲 现在真的这样 你们不相信小董 也没关系 我讲的这个事实 我没有任何歧视的用意 但我告诉你 中华航空的空服员 什么时候呢 我记一下 民国 蔡英文当选 民国106年的6月24号 那天蔡英文要出国 然后 飞机上就是中华的空服员 这些公务员回去被他们的公会 陈处 说我们已经罢工了 你怎么还可以 你怎么还可以去扶情 他扶什么情 蔡英文 要到巴拿马去 要访问 为了国家的事情 公务员被处文 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公会的指示 公会很大 然后蔡英文 那时候刚上任 520上任 624就出国 然后他看网络这样一片 所有报纸这样一片 蔡英文讲过什么话 我不用查资料 蔡英文讲说 如果不是忍如可忍 谁愿意罢工呢 对不对 蔡英文那时候 可是意气奉花 赢了300万票 各位朋友忘了他这样讲 如果不是忍如可忍 谁愿意罢工呢 哇 这公务员听得好握心哦 对不对 然后挺他的 那些年轻的 哇 网友一看 哎呀你看 蔡总统可能跟我们站在一块 对不对 然后呢 蔡英文接着还讲一句话 各位 我不会让你们孤单的 哇 你看 你看蔡阿姨讲得真好 你看我们怎么可以不挺他呢 各位 这就是政治啊 蔡英文 现在换长龙啦 请你出来讲 长龙的空姐 如果不是忍如可忍 怎么会罢工呢 出来讲啊 怎么样 华航跟长龙有差别啊 差别在哪里 一个 一个 类似公营 一个是民营 一个长得比较好看 一个长得比较普通 是不是 我请教你 然后讲说你 你为什么老是讲长相 我不是要讲长相 我告诉你 我讲的这个是在表示 他的网路 网路的人很现实啊 多数的网友是垃圾 他们真的是这样看啊 各位朋友 小总讲这个很残忍 但是以我的观察就是这样啊 这种观察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可是你真的可以回溯 把那个时候 我讲的106年6月24号 那时候 所以他们 那时候马当获得解决啊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刚上任 这个东西可以推给马洋九 你看都前朝 累积下来 都是 你看 都是前朝累积下来的 就像高雄的水沟 你看 两公尺的水沟 有180公温 上面都是伊尼 你看都累积下来了 有没有看到 蔡英文累积下来 哎呀 我才上任一个 又四天 我要替马洋九擦屁股 我通通同意了 哇 大家鼓掌 蔡英文干得真好 那我要同意之前怎么样 我先把董事长先把他干掉 马洋九时代董事长 就是你 官僚 没有听见空服员的声音 官僚 好把他干掉 换了何阮仙 何阮仙马上答应 空服员 所要求的七项通通答应 所以上次 上次 华航空服员罢工 三天就漏幕了 因为马上就解决了 你要了我通通答应你啊 就解决了 对不对就这样了 所以蔡英文哇好厉害哦 化解马洋九不可能的事情 马洋九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因为 你空服员的诉求我通通答应 如果小董去干 华航董事长 我只要两个小时我就解决 我不必等三天 因为我只要通通答应你们不要罢了 你们诉求我通通同意 不要罢了 大家好好鼓掌 哎呀 哎呀 董董事长你真英明啊 对不对 是这样啊 那 那这个叫解决问题吗 好 这个叫制造问题 为什么 大家记得 华航接着下来是什么事情 是 他的驾驶员 罢工 大家忘了吗 驾驶员罢工 蔡英文有没有讲什么话 没有 驾驶员就男生嘛 男生 那个就没有网友支持了 对不对 男生没什么网友 因为会 会干到那种驾驶员都中年男子嘛 中年的大叔哪有什么颜值 对不对 以前空军开一开 或怎么样 没有什么年轻的嘛 空军退伍下来 然后就去当 华航的机师嘛 机师就是驾驶员嘛 正驾驶副驾驶都算嘛 然后这些中年大叔没有什么卖点 所以网路就没有什么讨论啦 可是 他们罢多久你知道吗 各位可能都忘了 其实他们 这些人还算比较厚道 他大连出事罢工 他没有 除夕罢工啊 要是我 我就除夕罢工啊 我除夕罢工你才会痛啊 你知道吗 大连出事罢工 有记者去问蔡英文 蔡英文讲什么 我也记得很清楚 因为 因为我是 蔡英文是我 我在评论主要的对象嘛 他讲什么我都会记得 他到中列子去吐口水 我也记得 他去抗议洪中秋犯 背面写 什么你娘的国防部 我也记得 因为 因为他是我最主要评论对象嘛 大连出事 华航的机师罢工 驾驶员都罢工 开飞机的人罢工 蔡英文讲什么 他讲两个字 记者问他 你有什么看法 蔡英文讲两个字 谢谢 他那时候跟 言清彪 正在发红包 正南光发红包 大连出事嘛 各位小总记忆怎么样 不错吧 因为蔡英文跟言清彪 站在一块 然后笑眯眯的 哇 大家就觉得 哎呀怎么样 啊如果言清彪 站在韩国瑜旁边 所有利盈的 电视台报纸就会写 你看 韩国瑜旁边 站的都是黑金 嗯 旁边 啊如果旁边 蔡英文旁边 站的是东瓜彪呢 哦 你看哇 群众 大家都来抢的 要蔡总统的红包 好好哦 各位 阿彪就是阿彪啊 他以前是黑道 没错啊 他也不否认啊 各位 可是站蔡英文旁边 哦 他就是善才童子 就是好人了 就是 哦 一家重要的正南宫 马祖庙的 负责人了 啊如果站韩国瑜旁边 就要被骂了 各位 你看台湾的媒体 你有时候听很多媒体哦 不如听小董 为什么 因为我都拿来做比较啊 我最大的本事就拿来做比较 我用华航来比长龙 长龙为什么不会成功 因为政府没有支持啊 华航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蔡英文一开始就讲 我支持啊 我不会让你孤单啊 所有 下面 行政院 交通部 华航 所有人 总统都已经讲话了 总统的指示还不够明白吗 总统不让他们孤单 就是 他们要什么就要给什么 现在呢 现在总统不讲话了 总统不讲话 叫总统府发个公文 今天总统府发个 人家就问总统府 总统府就声明 总统府说 希望劳资双方坐下来谈 你知道他们今天为什么罢工吗 因为他们就坐下来谈 谈了两年 没有结果 只好去罢工 各位 这就是 他们已经谈了两年了 为什么谈两年 因为他们发现 华航这样 不错啊 所以我们要比较华航 或者很接近华航 所以他们就去抗争 抗争半天 就是要求 公司不答应 就一直谈判 谈判了两年多 他们一直坐下来谈判 谈判两年多 公务员节不行 他昨天就罢工了 各位就这样结果 然后总统府说 你们应该坐下来谈 我们已经谈 我们已经坐下来谈了 两年多了 各位 那总统府是什么 总统府现在不要 他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这家第一个是民营 他要的这东西合不合理 然后第二个呢 网路 那些年轻人没有挺 没有像那是挺华航 全国所有媒体都挺 哎呀你看这些人 对不对 不是忍无可忍谁要罢工呢 是啊 长龙不是忍无可忍谁要罢工 然后你看所有媒体就开始访问乘客 乘客就开骂 都不顾乘客钱 你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 哇就 你就看 媒体没有很挺 各位朋友 你注意看 过去 华航的时候 媒体是非常挺 挺空胡言 我们那时候做节目 我是来宾 我是来宾 我看我旁边坐两个空胡言 旁边坐两个空胡言 媒媒的在那边 哎呀我们怎样怎样 哇就一直拍他们的脸庞 我不我不骗你 当然收视也很好 他们讲了也有他的一些道理 各位我讲的真的是这样 那你 你这两天 周天下午四点罢工 你看政论节目 有没有人要找 长龙的空姐去现场 不要坐小总旁边 坐别人旁边 我没意见 政府没有支持 媒体没有支持 然后你看 都是他们跟那些 缓罢工的人 在那边吵架 感觉上也是互变 李克 什么外籍新娘也骂 我好不容易要回去也难 对不对 有人要从新加坡 转去怎么样怎么样 一个老师也开骂 我第一次带团 带这些鞋子 要出国参加比赛 既然你就这样了 我们以前有个朋友 叫吴中存 他也是主播 十几年前在中天 他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上次 趁着过年要出国 结果 结果那些驾驶员 机师大罢工 我就被沿路 人在新加坡 这一次 我也是好不容易 把架请好 坐下出去说 罢工 他说没办法 只好今天乖乖去上班 消假了 吴中存 我有时候讲 人生的记忆 有时候 一个时间点很重要 我最近常讲记忆 国际的记忆 转角 意到爱的 意 记忆 为什么 就是说 他刚好有个时间点 人家讲叫timing 叫timing 那 韩国义的结局 就是一个记忆 然后你一个人 你很有才华 你要碰到赏识的人 不会怀才不易 那就是你的记忆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 有时候看到这样 因为我那天讲是在讲司马忠言 司马忠言 印记好 碰到皇冠的老板 平清涛 平清涛说你家小孩很多 没关系 我在我们出版社旁边 租了一个房子 你就来这边写作 三餐有人供应 就睡在这里 把他当泥馆 就在里面写作 给你一张书桌 三餐供应 有床 你就乖乖是在家 不然你家五个小孩不吵死了 你怎么写啊 所以他就写出了 写出了他的记作 狂风沙 但是我讲 有时候你这个记忆碰不到 你有很多才华 没有错 那今天 长龙碰到的 他的记忆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蔡英文没有停 他是私人 第二个 因为蔡英文上了以后 航空死 中华民国航空死 三次罢工 都发生在蔡英文任内 第一次他可以 推给盟友 可以 去配合一位空姐 长得美美的 网路大家同情 然后所有人都同情 然后我顺了这个 我的声望就很高 我当场就把它解决掉 大家觉得 哇 你 很迅速的就解决掉 三天而已 三天就解决掉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 哇 我可以来操作成一个 政治对我有利 这蔡英文的本事 那如果空姐的诉求 你通通答应了 请问一架 一架飞机谁最重要 小董 我一年大概做 大概快一百趟的飞机 一架飞机谁最重要 老实讲 我坐飞机 如果没有空姐 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只要有驾驶员帮我开就好 我不会开飞机 空姐不重要 老实讲 机师就是驾驶员才重要 那如果驾驶员抗议不是更 应该更 更严重了 驾驶员 很难期待的 那 那驾驶员 一霸霸七天 结果也没有谈好什么好条件 现在 现在是民航的长龙 那他现在没有获得正如支持 网路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支持 媒体也没什么支持 你说他下来会怎么样 现在老百姓有点烦了 对不对 你们 你们没有获得这么 一个舆论的支持 那你怎么玩下去呢 好 那小董你支不支持 我完全支持 全力相挺 你说小董 你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没有替他理课考量 我告诉你 我过去跑劳工 劳工 唯一的武器就是罢工 我老实讲 你说影响很多乘客 他的武器就是要影响乘客 要让乘客 露气冲天 要让乘客非常不方便 这才是他的武器 不然他还有什么 那乘客很气 去他们 也去航空公司 对不对 航空公司就有压力 也很气政务 你这个蔡政务 垃圾政务在干什么 大家就有压力 有压力 对他来谈判 他就有好 这是他唯一的武器 你知道吗 各位 这是劳工 罢工的概念 全世界都通用 你知道吗 那我是不管他长龙 或者 华航 我们来看他的那些条件 条件你能不能接受 那时候再说嘛 他谈出条件你不一定要接受 可是要折冲嘛 这就是罢工的意义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开讲 旅行不是 因为有钱 而是不想老来后来 瑞士深度旅游专家 其实我上礼拜回来 我是打厂 哦 也是打厂 那时候领队在国外 他就说 因为我晓得我们会不会 遇到长龙罢工 他说如果罢工的话 我们就再多玩去克罗埃西亚吧 所以你那时候罢不得 就继续罢好了 罢工老板呢 哪里没办法 我就被罢了 我回不去啊 因为领队说他们之前 有遇到在冰岛火山爆发 然后飞机就不能运 那就变成说旅行社 他们就必须多待好几天 等到飞机可以去飞机 那旅行社就会多花钱 对啊 那是旅行社要花的 对啊 所以多好 吃饭什么的要给他 不好的客人 对啊 那多好啊 呵呵呵 没想到就是 昨天就罢工 还蛮意外的 对啊 真不够意思 他们应该拉手罢 让你 哈哈哈哈 回不来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刚刚讲到长龙罢工 其实当然我们也知道 理科碰到罢工 你会觉得很生气很愤怒 有时候带小孩带学生 或者你刚好要怎么样 譬如说有个先生 他规划了三个月 要参加儿子在美国的毕业典礼 你朋友罢工 他没有飞机了 去不了了 你过两天有飞机了 毕业典礼已经结束了 所以他是非常愤怒 当这种影片播出来以后 大家就对这个空无言很不爽 那我不讨论他的长相 其实我刚刚讲长相有一些开玩笑 但是他是实情 我老实讲是实情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你要到网路 你只要搜寻正妹 大家都搜寻随随正妹 对不对 卖水饺的正妹 卖鸡腿的正妹 对不对 卖鸡牌的 叫他鸡牌妹 就可以这样 还有个卖仪的 我就看 什么都有 你只要这样 所有网友就说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一个这样的气氛 但是我讲 有时候我们讲很多事情 还是要就事论事 你说这样好不好 当然不好 那他已经坐下来谈两年 他没有结果 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罢给你看 我可以一罢再罢 一罢再罢 公司当然损失很大 国外的游客 因为你罢工 他回不来 你公司要帮他安排时速 不是吗 对不对 那你飞机飞不了 你就摆在那里 这个飞机可能是跟人家贷款的 他不能用 那你就跟废铁一样 所以公司又有损失 乘客也有损失 大家都有损失 空护员也有损失 他没有薪水收入 那大家都有损失 可是 这是变成一个不得已的手段 而且 是这些劳工唯一的手段 他唯一手段就是罢工 全世界先进国家都一样 那当然 为什么会这样 其他原因非常简单 为什么他们要 要谈那么久 要罢工 那长龙为什么这样 他只有一个原因 我告诉你 台湾只有两家国际航空公司 一家叫中华 一家叫长龙 就是华航跟长龙 就两家嘛 那华航罢工了以后 很多东西都有啦 那我们长龙 我们也是国际航空公司 我们跟他一样 国内就这两家 两家就会比较 你知道吗 如果会比较的话 为什么他有的 我统统没有 我也不要跟他一样 我要他的八成可以吧 他是公营 我不是公营 好吧 那公营比较了不起 或者他们空姐 烤进去比较难 他们颜值比较高 所以你怎么讲 那我八成好不好 我连八成也没有 我会不会抗议 各位这个就是比较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华航那时候 为什么要不 他会去跟国际比较啊 人家卡达航空怎么样怎么样 新加坡航空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比较 这种比较 就会有落差 因为每个国家国情不同 每个国家的GDP 就国民所得不一样 不一样啊 那不一样 大家一比较的话 不满 慢慢去掀难 然后空姐跟地群不一样 空姐他们是各国跑遍 他也认识其他国家的空姐 他们可能比如说 今天我会到洛杉矶 那飞机就停下来 公司帮我们安排旅馆 这旅馆也有其他家的空姐 然后晚上没事我们就到酒吧 后期哪里吃个饭喝个酒 然后大家聊天 你们公司待遇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沟通 一那个就发现 哎呀 我们怎么差那么多 那种长期的情况 他就过来了 所以差别在比较 那当 蔡英文很政治的给华航这一些 他们的这些诉求 我记得是七个诉求 通通给你 你们要求的七个诉求通通给你 华航 有这样的好处 对长龙来讲 就有压力 所以那时候 我在节目上讲 我说接下来就等华航了 等长龙了 为什么 看他可以累积多久 他看到别人有 而且比我好这么多 你要好一点点就算了 互相 可能大家福利有些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说 譬如说你这一家 你的亲戚朋友去做 你的直属 你妈妈 你爸爸去做 可以几折 很多公司这样 那另外一家 可能就是说你过年的 年终奖金 比他多半个月 他可能不一样 就是大家各有一些好处 有的 有的甚至有黄乌津贴 你不知道 所以每个人的不一样 但是现在你如果一比较差这么多的话 那种不满情细就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这么政治 我告诉你 他们罢 他们这一次 比较失败的在哪里 他们罢工的时间错了 各位朋友 我过去跑过劳委会 我过去跑过劳委会 我跟国内的劳工团体也算蛮熟的 那我讲 劳工的唯一武器就是罢工 那罢工你 你不能随便罢 你要罢到让他害怕 我不是鼓励暴力 但我告诉你 你要罢到他害怕 那我 我以现在他们这一次情况 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罢呢 他们应该继续谈 然后谈 当然谈了以后 还是谈不成 因为资方的立场很清楚 政府站在资荒嘛 大家可以看 政府比较站在资荒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要把时间往后调 调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你要延旦 延旦的时候来罢工 12月31号开始罢 我跟你保证 三天就有效 你知道小总你的保证值得吗 你要听我的 很多朋友说小总讲的都很难听 国语也不标准 我是很同情小总 我才听他节目的 也有人这样讲 没什么关系 我跑过劳工 很少人知道 我跑劳工跑好几年 我跑的老委会 正在西华饭店的对面 然后我会怎么讲 就跟我们跟人家 在打架或什么 你要打要害 你跟馆长打架 不要打他胸口 那不会痛的 你要打他要害 很多人 很多人身上都有要害 这个要害 就好像我们在写新闻一样 你要写到要害 你写那肉肉的没什么用处 那只是背井交代 什么叫要害 他会痛的要害 元旦是不是假期 是一个假期 好几天 那时候的元族在哪里 在美国也是假期 你知道吗 欧美国家也是假期 耶旦 耶旦觉得要假期 又是中国人 华人的假期 它是两种假期 合在一块 有没有看到 假期你要有飞机 没有飞机 那就完蛋了 因为为什么 是带小孩出去玩 带小孩 小孩哭闹 家长情绪就很崩 我跟你 你要抓住这种 这种点你知道吗 我不是坏 因为我跑劳工久 我要知道什么叫要害 第二个要害在哪里 第二个要害 你要讲小总就是行家 就是内行 因为1月11号要投票 你在元旦时候跟他罢工 跟他罢一个礼拜 蔡英文显不下去 蔡英文必输 所以你那时候 要什么 蔡振武就会逼着华航 所有条件通通答应你 你们罢工的 那个不对 时间点不对 各位朋友 小总讲 就是说 你只有唯一的武器 所以你这个武器 你身上只有一支箭 现在敌人都来了 千斤万马都来 你身上只剩下一支箭 怎么办 你要怎么脱围 你要对着主帅的心脏射下去 就只有只剩这支箭 你懂不懂 你看杨过厉害在哪里 他捡出一块石头 蒙古大军来了 他对准了蒙哥元帅 那是皇帝 蒙古的皇帝丢过去 就被石头打死了 蒙古兵就大败了 主帅就死了 所以杨过为什么天下无敌 这么厉害 他只有一只手 他另外一只手已经被砍断了 各位 这个就是要打要害 那我就讲说 这些公务员 这次没有政府支持 他们以前 大家比较支持是怎么样 因为以前桃园市政府 郑文燦他们的政府 是支持华航去罢工的 那这次刚好蔡英文上任 所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连锁支持 那时候就是要黑马政府 你看马政府 给我们丢这么多问题 我们一下就把它解决了 他们是要表现这样 你知道就是这样 那所以就非常风光啊 那一次大家都风光 大家都 哇就 所有的观众看到电视 也都是看到一些美女 也很开心 大家都觉得 哇那圆满收藏 我那时候讲不是圆满收藏 后患无穷 你看驾驶员也罢了 现在长龙的空姐也罢了 他就会有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讲一些东西 或看一些东西 你常常要看眼一点啊 你看到眼前的那种小利 小恩 不能长久 今天的蔡政府情况一样 你没有看到最近政府 政府很多事情 他小利 最近 苏内阁丢出了很多东西 哎呀清廉可以怎么 可以怎么花钱给你 对不对 你看最近好多这样的案子 你去租房子 我就给你多少钱 单身了也可以 哇大家想哎呀怎么 现在的政府这么好 你最近缴税 哎 器人 器人缴两万多 为什么今年缴一万多 哎呀蔡政府真好 你看 通通给你啊 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要嫌疾了 我嫌疾我一定要让你有感嘛 所以我通通 弄出来了 现在最有感的是什么 台湾的农地啊 上面都一堆工厂 下一堆工厂怎么办 这两天要通过了 工厂就地合法了 各位 你想怎么可以这样 啊没什么关系啊 因为台湾的环保团体哦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是我们民进党的走狗 他们不会讲话 这个如果是国民党时代还得了 现在已经掀起一个大波了 对不对 现在如果是国民党时代 台湾农村阵线 倒就去包围行政院 包围总统府了 台湾农村阵线啊 你听过这个组织吗 他们 就是在苗栗 大浦农地那批人啊 大家忘了 习世龙教授 蔡培会 有多少人都在那边抗争啊 蔡培会现在在哪里 她是会长 她现在当民进党的 不分期立委 习世龙教授 好久没听过她的名字了 过去她是什么抗争都有啊 对不对 各位 大家来看嘛 我有时候讲这东西很悲哀 但是我有记忆啊 我告诉你 这个通过了 你会怎么样 我们的农田 大家在讲巴拉义 讲什么 讲那些都 不是什么重点啊 将来比巴拉义更毒的 工厂的汇水 就排满了农田 各位你说是不是 你要吃下稻子 肚子里面就是了 马上回来 要走开 一通电话 改变台湾未来 大家好 我是郭大迪 我身在台湾 长在台湾 企业总部在台湾 我看不下去 今天想听董哥讲美心 好 董哥好久没有讲美心 最早台湾日记时代就是 冯来阁跟江山楼最好吃嘛 有一些人 他们就去找到 冯来阁那时候的老师傅 还活着 大概九十几岁 然后 他就教他们那些厨师 开了这家叫山海楼 原来中山北路 最近搬到仁来路二段 就是比较 中校新生站附近 那他是算比较经典才知道 不过因为 因为我不太愿意 不太不太常介绍这些 因为这些都比较贵 我平常介绍是以小吃为主 但是 但是我讲 就是台菜我那天不是讲 我讲那家比较便宜叫威京仙 他在二条通 那 我是吃过好几次是不错 那台菜有几个东西是比较 比较就是说你可以吃出 吃出他的那个 因为我们那天会讲台菜 是从那美子餐厅讲 对对对对 那美子餐厅他的 就是 就是红 红型米糕他是很有用 可是他那一天 卖那个日本人多少 三千八 三千九百八 好酷喔 所以大家才吓一跳 怎么会这样 两瓶矿城水一千块 可是好像有一个新闻说 他说他那个矿城水不是一瓶五百 就是他有声明说 说他写错是人工写错 看总价啦 因为他们 他们吃的快三万五千多块 他们 十四个人吃的三万五千多块 这个人好贵喔 对啊 我们去吃没有这么贵 对啊 对啊 好 好 好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小董我刚刚在讲这个 讲农地被这个工厂那个 我其实是很生气啊 因为我们家族当然也是种田 好几代啊 我自己也有几块农地 分到了嘛 祖先分到了 不过都发为金门国家公园 所以也没有理他 那我在讲这个 你有时候看 过去种田很辛苦 我小时候也种田 像种大太阳 就要很早出门了 很早出门 那工作到九点多 就是家里的妇女啊 他们就要在家里准备吃的 因为你那时候 你等于说五点多就去工作 到九点多你肚子已经饿了 然后吃一吃 吃一吃再工作到十一点 就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一天要吃午餐啊 吃午餐 因为都是劳力嘛 那有时候你看哦 这祖先的农地一种再种 它其实是很宝贵的 后来有人就经营了工厂 这工厂啊 在台湾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三万七千间 三万七千间 各位你有时候到 开车 离开台北以后 你到各地看 看欸对啊 怎么一片农田里面 有好几个铁皮房子 还蛮大的 几百坪什么的 那些都是工厂啊 工厂排出来的 汇水排哪里 当然就排到田里啊 各位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你在讨论什么 巴拉义什么 农药什么 我告诉你 那个水流出来的 就是稻米 就是菜 就是那些植物 吸收了嘛 这个不用讲 当然是这样啊 它的毒 是很毒啊 现在民党政府说 要给他 要给他就地合法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思考 去年九合一选举 选输了 蔡英文到各地 然后 他跟 苏贞昌到各地 很多立委跟他讲 因为你的政策 包括这一项 包括我现在讲的 民进党政府 一直没有宣示 他们过去一直给他延 延到什么时候 他的一个期限 各位朋友 明年的6月2号是他的期限 如果这一天 你们自己没有拆掉 政府要拆 拆掉以后 拆除的费用你要出 而且还要追究 你这些年来 占用这里的经费 那 一般来讲 农地里面的工厂 他可能养活 一两百个人 这个家族 家族的亲戚 譬如说是舅舅开的 外甥啊大家都来工作 然后附近的 亲戚的朋友 村里面的人 带他来工作 他可能一两百个人 那这样的话 累积很多 所以他们检讨里面 很重要一项 为什么这些 农地的工厂 没有给他合法化 这些人就没有投民进党呢 很多立委这样反应 反应最多是高雄跟彰化 现在彰化这样的地方最多 那彰化 魏银谷为什么没有当选 为什么是王美会当选 你看 民进党怎么输成这样 输了票这么多 所以 民进党现在在解套 他把所有东西解套 包括 为什么工头法应该要解套 前两天 立法院现在在开零食会 这些东西要赶快解套 为什么要开零食会 又赶快把它解套 我们才好险啊 所有东西完全是政治考量 工头法 像一个婴儿一样 才用一年半就把它掐死 小董说掐死婴儿 他还好歹还活了一年半啊 有个婴儿刚出生 就被丢到厨衣桶淹死 我们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回去了 有个婴儿还在肚子还没出生 就死了 又他妈妈就被弄死了 丢到淡水的主委 爸爸就跑回香港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各位 我们政府说 应该把香港这叫 陈同家家乎乱回来 香港政府说 因为没有法令 我们修法令 政府说我们乐观其成 结果香港把这个东西 把它搞成反送中 我们政府反对 说你把凶手拿回来 我们也不要 凶手给我们 我们也不要 我们这个政府 是个垃圾政府 他完全随政治在操作 各位小董讲这个 你听起来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凶手要给你 你也不要 这个凶手杀死他女朋友 这女朋友肚子还一个小孩 那违缓我们民进党的 嫌疾利益 各位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每天罵民进党 罵了 因为小董 因为小董看了就是人嘛 嘴巴讲人钱的人 不会像小董讲新闻 因为我 我才是真正的重视人啊 但是各位朋友 为什么公投法民党 说一定要绑大钱 才一年半又把它弄掉 又对他嫌疾不利 为什么农地 农地的工厂 为什么要给他就地合法化 而且行政院 经济部 中部办公室 他有个科长 他就把那些农地这些人 通找来啊 中部这些 我刚讲不是彰化最多吗 台中县啊 就现在当然也属于台中市 他把他找过来 那这个人啊 这个人姓银 他叫银瑞龙 因为他被录音啊 我讲的东西我要 我要负责就是他讲东西 他讲的话就被录音嘛 白银的银瑞 祥瑞的瑞 龙非凤虎的龙 各位朋友你等一下可以Google 我去搜寻 他讲的话因为有录音党嘛 他就跟这些人讲 他说现在有一些环团 他们展现力量 连署了一万五千人 给我们政府压力啊 所以我也要 有相当的力量 我也要有相当力量 来跟他们对抗 我不占环团那边 我占你们这里哦 你们是违法 我政府占你这里哦 他说所以我 现在我想出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 我不叫 哦 农地的违建工厂 我叫做什么呢 我用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田年工厂 哎呀你听 你听到田年 是不是想起了一首交响起 田年工厂 哇好优美哦 他说所以我帮你们想了一个 我们以后就叫田年工厂 不要讲工 农地违建哦 违建工厂哦 不要讲 好 我们以后叫田年工厂 然后我们就期待 哦这个违章工厂啊 那我们哦 大家要去联署 要发动轻流去联署 他们有一万五千人 我们要联署更多 而且要反正就是电脑案件就好 我是引述他的讲法哦 所以你就是去案件啊 告诉大家就是案件 他们弄了多少人去联署 十万人 支持行政院政府的提案 哎 这些违规的人 哎呀真好啊 以后我们 我们交通违规 我们大家联署好不好 以后 闯红灯不应该划嘛 对不对 并排停车划干嘛 我们联署啊 我们要比那些警察多啊 各位 违规的人 违章的人可以这样 而且是政府在教他啊 别录音 我有时候看 真好笑啊 说 他们一万五 我们十万 大家来联署嘛 反正他说 用电脑按键就好了 按键就是 按键你的名字嘛 就按进去了 亲戚朋友就按进去了 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到 怎么样的民进党 看到怎么样的政府 我有时候讲 台湾 老百姓真的 很容易骗吗 民进党用这些小力 然后都给你了 他告诉很多人 你们进公教 领这么多 国家都穷了 国家这么穷 国家这么穷 为什么要捡税 国家这么穷 为什么最近有那么多福利 对不对 你不是说没有钱了吗 看起来你钱很多啊 各位我讲的东西就是 他就是非常现实的啊 但是喔 你今天看喔 其实台湾 老百姓 他其实是 有人性的啦 我那天不是讲一个警察吗 他回家陪他爸妈 晚上当然 我强调他不是执行公务 可是他被 旁边那个人开枪打死 台南的永康 我那时候再三的强调 他不是执行公务 但是呢 那个人为什么杀他 因为这个人过去被他逮捕 所以是遇到过去的仇家 开枪把他打死 这个人叫刘三龙 错了叫老三 你知道以前史燕文有个 有个刘三 老三 他以前也是特警 被打死 昨天晚上喔 因为他永康分级 台南永康分级 有人啊 在一个警车上面 塞了一个 一个信封 上面放了两千块 助兵说 给 请交给刘三龙的家属 我讲这是台湾人的人性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真的讲 我们难道没有 难道没有 看到这么多 基层老百姓的声音吗 民进党现在是 只想怎么样 只想赢了挣钱 只想 6月23 上街头 反红色媒体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要拍代表耶 黄国昌管长 还有民进党的代表 然后要在那边抗议 我有时候讲 民进党打压言论自由 还不够厉害吗 民进党 还要继续这样搞下去吗 当然要推翻他 今天 谢谢收听 谢谢